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调查团,我是水恩 最近有微信好友跟我们留言说 他在市场买牛肉的时候,遇到了缺斤少量的问题 他就说,他买了五斤多的牛肉,用了两百多元 但回来一趁,只得三斤多,足足蚀了五六十元 但其实缺斤少量这个情况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但网上传言说,如果电子层下面电泡沫箱又或者放在纸板上的话 它秤出来的重量就会加重 那究竟电子层底下电泡沫是不是真的会加重它的重量呢? 说到卖菜缺斤少量,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思奶要开始发表十万字的感言了 遇到过缺斤少量的问题 我没有去认真看过 我平时买菜没去秤 我觉得有一点可能应该是确定少量 因为秤不是对着这些顾客的斤数嘛 我就真是觉得的 可能不知道我们没秤的 就算买菜都有 没秤过 买什么会最容易遇到什么情况呢? 水果和菜 我觉得青菜什么就觉得应该是 肉类可能会多点 鱼啊鸡啊那些咯 就是贵那种就会了 就是小虾那些就会了 那当然是卖鱼啊 汁水啊也不容易啦 蜜丝肉卖鱼 还有特别鱼 买菜的时候遇到缺斤少量的情况已经是私空见惯的了 其中卖鱼卖菜摊档情况较为严重 货真价实同手无稀 应该是商家最基本的经营之道嘛 但是缺斤少量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就变相令到我们街坊多花了钱了 生活中谁都不希望买菜的时候遇到缺斤少量的情况 但是无奈的是这些这样的事就偏偏被我们自己遇上 这些缺斤少量的猫里 是不是就是出自电子床下面垫着那一块的泡沫呢? 现在我们就去不同的市场暗房调查一下 今天我就要去到不同的赛市场进行暗房抽样调查 我现在就来到了越秀区的某市场 究竟商家门的电子床底下是不是真的碰有泡沫箱又或者是指板呢? 我们现在立刻来看一下 我们兜了市场一圈发现 无论是卖菜的卖肉和卖鱼的摊度 将近六成的电子床底下都电有这个泡沫 而四成的电子床底下就没电任何的东西 随后我们又去到天河区和白银区的某菜市场 调查发现 商贩们都普遍在电子床底下就电有不同的东西 当我们向商贩问电子床是不是准确 触不触床的时候 他们就实牙实指的说 绝对够床了 并保证不会出现缺斤少量的情况 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调查员分别从四个不同的摊位 各卖了一种蔬菜和肉类 然后将他们带回实验室 看看是不是有这个缺斤少量的情况 现在我们将买回来的蔬菜和肉分别标上这个标号 一号是电子床底下没电任何东西的 二号是电子床底下电了泡沫的 三号是电子床底下电了原子皮的 四号是电子床底下电了硕料箱的 分别都买了两斤回来 现在我就要把它一一摆在电子床上面 看一下它们的重量是多少 首先我们来称一下一号的茄子 茄子是从电子床下面 什么都没有电影摊位买回来的 看看是否有缺斤少量的情况 好了 由于茄子是三斤一斤 而这个电子床是2000克为摊位的 我们看到它的重量仍然是1000克多了一点 不知道这个茄子是比较轻的 而且更长了一点的 好了 我们现在来称一下二号的青菜 哇 我们看到二号的青菜比1000克 轻了很多 我们看到今天已经是4.2的 那就是说我是虧了七毫多左右 一颗青菜就虧了七毫多左右 那如果肉怎么办呢 你说 刚刚街坊提到买菜的时候 最容易出现缺斤少量 实验的验证果然如此 买两斤菜居然少了七毫半 而二号的电子床底下正正就是电了泡沫 而三号的猪肉和四号的猪肉 在上程检验之后 亦都发现有不同程度的血筋少量 电子床底下亦都有电影的 我们看到我买回来的四样送 有三样送已经出现了血筋少量这种情况 看来货不对重的这种情况已经是很经常见的 在一个秤下面 电了些东西是否真的会影响秤重结果呢 我们立即找专家解答一下 这个情况可能在一个很短时间的瞬间发生 只要当这个秤稳定了之后 对这个物体的质量应该是不会变化的 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看看这种效果 现在我们用法码来测试一下 首先将电子秤放在什么都没有电的水平工作台上 然后将1kg的法码放上清 看看读素有没有什么变化 刚刚的公斤 是1000克 电子秤水平放置 并且底下就没有电东西 读素最准没有出现偏差 如果电子秤底下电上抛抹箱 又或者纸皮箱等物品 且水平放置 电子秤的毒素又会怎样呢 全身再放一公斤法码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是没有变化的 没有变化的 它的变化是在瞬间出现 但是你肉眼其实是一般来说是很难看到的 现在秤的营稳度都很高的 明白 这个秤没有摆准 就是摆了的话 那它的毒素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会不会有偏差 如果平时在赛市场有抛盘 或者是纸皮一些变成物品 它在使用情况就可能很复杂 它可能真正会影响到这把秤的准确 可能是由于它不稳 使到那把秤不平衡 不水平 可能就会对使用中产生一些影响 或者我们可以够一试 老师说影响电子秤重量有偏差原因 可能是桌面不平稳的原因 现在我们再次用实验来验证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台 是水平的工作台 上面有这个水平的地方 这个秤 同样的方向 一样的方向 我们可以调整这个工作台的水平 看看它的倾斜程度 对这个秤的秤量有什么影响 现在我们将调整工作台的倾斜度 将原本水平的工作台倾斜5度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工作台已经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斜坡 再看看电子秤的毒素 我们可以看到 它又发生了变化 是980% 就是相差了30% 那是轻了的 刚刚的实验结果我们看到 电了泡沫的电子秤毒素 确实有了偏差 但偏差也只是瞬间产生 电泡沫的主要目的 就是制造不平整的水平面 放水平之后毒素就会正常了 只有桌面倾斜 才会出现偏差情况 但这个偏差是不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的 其实网上所说的 一些圆的物体你放上去 它会有一个冲力 冲上来 其实那个过程是一个很瞬间的过程 我们现在的电子秤 它的灵敏度已经很高 完全是可以顺时地反映出来 只要你的秤重的过程是稳定 对它的质量是不会有影响的 我们的市民在日常的生活 是不需要太过担心 这些泡沫、纸皮 这样来秤重会影响他们的利益 虽然专家说 秤下面电泡沫对重量影响不大 为什么我们刚才在这个市场调查 买回来的根数会差这么远的呢 我们上网搜索了一下 又发现了关于电子秤这样的网络传言 网传电子秤作弊又现升级版本 目前街头相反流行一种新版电子作弊秤 外观和普通的电子秤就没有太大差别 只要使用者输入一种密码之后 就可以变成随心所欲的魔术秤了 近日记者在暗访中发现 广州市内很多市场的电子秤 缺金短两的现象泛滥 街坊一不小心就会中招 而商家因为熟练地掌握了调秤的技巧 所以轻易就可以躲过 之间部门的突击检查 现在赛市场普遍用的是计价秤 计价秤都是有数字 扣重、硅零、M值、清量、金颜类计等功能 功能多本来是电子秤最大优点 但当秤遇上黑心商家 就变成作弊秤了 黑心秤现在的隐蔽性就很强 在输入密码之后 再在面板上的一些组合件 它就可以不断地调秤的质量 从而上行经济消费者的理念 什么呢?输入密码 再随意按几个组合件 就可以随便调电子秤的重量 随后老师就拿出了一把被群众举报 而没收回来的黑心情 并演示了电子秤作弊的猫腻 老师从电子秤上面输入既定的密码之后 再分别按单价件 这个时候一期主机的发码 就变成了不同的重量 有了密码 就可以随意将你想要的重量设定好 再输入单价件 得出的价钱就会不一样了 看到调查完随意 就知道这个猫腻有多深 老师,面对这些黑心情 我们的家哥朋友应该如何辨别 你有没有几种方法可以教一下我们呢? 发展到现在芯片、软件这种作弊 其实引币性已经很高 我们一般老百姓 就很难通过自己来分辨出来的 那我们侧监局这边呢 每一年都会对这个 责贸市场的秤进行周期的强制检定 那我们检定合格之后呢 就会在秤的当眼位置 一个绿色的强调标识 并且会对这个秤进行签锋的 那如果我们老百姓 他市场买菜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以承认这个绿色的强调标识 并且要在这个有效期内呢 那它是会得到保障的 如果是对这个秤是有惑疑呢 我们可以随身带一些 你们自己知道质量 比如手机啊 比如水 这个质量不会变的 就当成一个中介物 来测试一测 各商户的秤 看看它有没有问题 而第三种方法 就是要求商家关闭电子秤 再重新启动 如果商家的电子秤是黑心秤 他们通常会在开市之前 就预先设置好缺根小量的密码 因为重新开机密码 就要重新输入 比较麻烦 所以大家买菜的时候 如果怀疑秤不准 可以要求商家重启电子秤 我们解决完电子秤的问题 再来看看另外一种电子产品 就是手机充电器了 又有些什么问题呢 最近有一只充电器电死人的网帖 就迅速被转载 这个帖就说 有一个国外的小朋友 不幸死于充电器 原因是他们的家长在充电之后 没有及时将充电器拔出来 而这个小朋友就将这条充电线的另外一头 含在嘴里面 最后不幸捉电生物 听起来真的很恐怖 手机充电器是专门为手机充电的一种设备 大部分手机用户 在帮手机充电之后 为图方便 都不喜欢将充电器从插座上拔回来 认为这样 在下一次的充电时候 将充电器和手机对接上去就可以了 可以不用到处再找手机充电器 来得容易 去得又容易 当充电器充电的时候 你会及时拔回来 还是依然等它留在电拖板上呢 我现在就来到了广州大学的麦理实验室 今天和我们提供技术解答的 是广州大学麦理与电子工程学院的江老师 江老师你好 老师啊 我们平时就有种习惯 就是手机充电器充电之后 不会将它及时拔出来 这样的作法会不会有危险呢 这个来说是有一点点的意见 手机充电器充电之后 不及时从插座上面拔回来 确实是很危险 那它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危险呢 在解决这个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人体能够承受多大的电量呢 人体可以接受的电量 相对来说是非常小的 一般我们认为呢 人体可以接受的安全的电量呢 都是36伏以下 也都是一个很小的电量 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手机充电器 它都是工作在36伏以下的 一个低压电量 低电压的话 也都不是说一定是安全的 假如我们在低电压的情况下边 如果电流是很大的情况 对人体一样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刚才老师跟我们说到 人体可以承受最高的电压是36伏 如果低于这个安全值的话 就不会危及生命的了 那我们平时用的手机充电器 一般输出的电压是多少呢 那我们现在就有请老师 帮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 平时用开的充电器的电压 究竟是多大 现在专家开始用仪器来测试 各个手机充电器的电压 当我们接上电源之后 输出的电压究竟是多少呢 经过测试我们发现 虽然电源的输入电压是200多伏 但是电流通过充电器内的变压装置之后 输出的电压只有3到6伏左右 源源低于人体承受的 36伏安全电压值 专家说人体对这种微小的电压 通常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老师我想问一下 我们平时用开的充电器里面的电压 对我们人体有没有危险呢 一般来说如果不是长时间接触的话 这个36伏以下的一个安全电压 对人体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如果是高过36伏 比如说七八十伏的话 这个电压如果人体接触的话 就会有少许感觉的 只要我们不是长时间去接触 手摸到它之后马上伸开 一般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危险的 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之下 手机充电器的电压是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安全的 手机充电器的电压都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内 那手机充电器就绝对安全 那最近一段时间 关于手机充电器没有及时拔回来 而起火的新闻累累见报 手机充电器的隐患问题 再次成为了街坊门关注的焦点 和各种新闻的报道 最近杭州的一个小区一栋高层发生了火灾 而最可货手很有可能就是 看着不起眼的手机充电器 手机充电器输出的电压 不是低于人体承受的36伏吗 为什么它还会对我们的安全造成威胁呢 268元的品牌原装充电器 35元的国产品牌充电器 还有15元的三毛山寨充电器 它们之间的质量 又不像价钱一样相差得很远呢 它们的电压又会不会不一样呢 老师现在就帮我们将充电器一一之解 不同的充电器它里面的扣住都会不一样 非原装充电器轻轻拧开这个螺丝 就可以将充电器拆开了 而原装的充电器由于外部结构非常密实 光老师就花了将近半个钟才把它拆开 光老师就说了 这些非原装的充电器都发现有不同程度的偷工减料 尤其是价格最便宜的山寨充电器 不单止电路板减漏 而且内部的元件相比原装的充电器简单很多很多 材质也都比较低廉 价格为35元的充电头比较少的充电器 由于体积少 它内部的零部件都挤压在一起 这样会在充电的时候得不到散热 从而容易造成危险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些普通的充电器里面是否有一个高频电压器 是的 它开关电源也有一个高频电压器 因为它是一个电路里面的主要器件 那你可以说一下哪个是高频电压器 我们看到一个这个黄色的比较大的一个 有很多一般有六脚 或者最起码有四脚 六脚的这个就是高频电压器 三个充电器里面都含有高频电压器 但是这三个电压器的体积都不一样 非原装充电器的高频电压器体积 也都只有原装的一半 老师就说这样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当我们充电的时候 它充电充需要比较大的电流 或者比较大的功能的一个负载的话 那这个变化器就是一个主要的作用 那如果它做得不好 或者比较小 或者偷空减料的话 它会长期工作在一个超负荷的状态下边 那它就会发现 那它就容易转换 哦 原来是这样 其实手机充电器的电压器体积少 是会产生高温 会将充电器的初级和次级电脑消通 从而造成危险 而这三个的手机充电器 输出的电压又是多少呢 现在刚好斯分别将它们接通电源 当它们接上电源之后 输出的电压大概在三到六伏左右 远远低于人体承受的三十六伏安全电压值 虽然这些劣质的手机充电器输出的电压 对人体没什么危害 但是专家提醒 在某种情况之下 这种电压会突然变化 哇 手机充电器居然爆炸起火 到底是什么原因令到手机充电器爆炸呢 下一节我们讲了买菜的时候 缺近小梁是黑心情的作怪 揭穿了电子秤更改密码的猫腻 而手机充电器充电之后长期不拔出来 是会引发爆炸甚至火灾 生活中还有很多被人忽略的环节 令手机充电器存在漏电的漏洞 而刚刚我们都看到充电器爆炸起火 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哇 吓死我了 老师 为什么这个手机充电器可以拆出这种火花 电压不是很低的吗 我刚才就是模拟了它 处于一个极端环节下边 它的确可以产生火花 当充电电路里某些电路 短路的时候 它的确会产生比较大的火花 或者会爆炸 虽然劣质手机充电器输出的电压 对人体没什么危害 但是在某种情况下 这种电压会突然变化 刚刚出现着火 是因为手机充电器漏电了 如果手机充电器存在 这样一种漏电等故障的话 就会造成速电事故 而且还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接下来 我们再次对这个手机充电器连接上电源 然后对它的输出电压进行测试 之前这个充电器输出的电压只有几幅 不过现在 竟然输出了两百多伏的电压 这个电压足以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安全 手机充电器充电后不拔回来 很容易造成火灾 充电等安全隐患事故的发生 而这些劣质的充电器 更加是导致火灾频频发生的罪灰祸首 老师刚才你只是一个无益的实验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什么情况下会导致流电呢 一个我们选充电器的时候 质量一定要保证 最好就有一些正规的厂家生产 或者有一个强制认证的企业 比如说三思那种体验 另外一个 充电器在使用的过程中 如果不需要的话 尽量将它拔回来 不要让充电器长期处于一个充电的动物 另外一个 如果是现在这样的三四月天 天气比较潮湿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电路板里面的元件 是密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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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一个小小的水珠 就会很容易使他难 Filipino 不单止劣质的充电器会有流电的危险 电话莫测的天气 亦是导致手机充电是流电的致命点之一 现在正常情况下 手机充电器是不会电商人的 但是近年来手机充电器电死人电商人的事故已经有很多单 为什么电压这么低的充电器会成为杀手呢 在家庭用电的环境之下 有三个环节的漏洞也很容易造成手机充电器电商人的事故 家庭三上插座中地线无接或者地线火线零线接触 地线可以有限避免漏电事故的发生 而电器接入了没有地线的插座当中的话 一旦发生漏电很可能会直接伤人 另外手机充电器插在劣质接线板上面 也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我们平时在用电的过程当中要经常记住安全意识 手机充电完成之后养成良好的习惯 及时将插头从电源上面扔回来 尤其是现在正直梅雨天气空气潮湿要格外小心 电子产品在我们生活当中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都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商家更改密码 谋取利益 手机充电器偷工减料 带来安全隐患 希望各位观众朋友看完我们今期的节目之后 在卖菜的时候少受点电子押准的情况 大家充完电之后记得及小章的插头拔出来 好了 我们今期节目差不多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节目资讯的话 可以登陆你的微信 关注我们生活调查团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我们今期节目差不多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